好 那今天的課 主要是就是在自由軟體的部分 然後在教學上面好用的一些小東西 跟各位分享一下 所以是分享 不是教學 是分享而已 那今天我們在座呢 在第一台最後面是我們花蓮縣 補導員兼現網中心蕭老師 我們蕭老師是這個自由軟體領域 尖端的最上面的人物 那早年九幾年的時候 就是在花蓮縣我們是 第一個把那個自由軟體系統 做成光碟片的全省 把它做成光碟片的一個開機系統 可以帶著走的一個作業系統 然後也是從那時候開始 才有那個Elego這個東西 慢慢的就是浮現出來 慢慢的發展 那Elego本身它是一個系統 它是一個自由軟體的作業系統 然後現在第12版 它應該是用那個Ubuntu去包的 用Ubuntu去包的 那Ubuntu它是那個很多的Linux Linux系統裡面的其中一支 就是介面展的最友善 最像Windows的一個系統 那所以這個系統用起來呢 可能就是大家會覺得比較像那個 麥金塔那樣子 就是跟視窗很像 跟Windows很像 那大家用起來會比較習慣的一個系統 那可是我們今天的重點不是這個系統 我們早上雖然會帶各位做一下那個隨身碟 是因為有些老師想要用 可是又不想破壞自己家裡的Windows系統 那比較缺乏那個資訊背景的人 想安裝到電腦 其實它是可以共存的 但是可能怕會破壞到Windows的系統 所以它就會想說 那我可不可以用別的方式來使用 那其實要使用自由軟體 它方式很多種 如果你一定要用這個系統的話 它有第一種它有雲端的方式可以用 就是直接你有瀏覽器 瀏覽器不管是行動裝置還是手機 或者電腦NoBook都可以 只要是有瀏覽器 它就可以直接使用這個系統 它是在瀏覽器端模擬 然後第二種方式呢 你可以下載它的那個影像檔 然後開這個叫虛擬機器 虛擬機器 那你在虛擬機器裡面 就自己弄一台新的電腦 然後把它把那個影像檔 直接在裡面開起來就可以使用 這是第二種 那第三種呢 就是把你的影像檔 把它直接裝進 裝進你的隨身碟 那這個隨身碟呢 就可以讓你帶著走 那你去到不管去到哪裡 去到國外去到網咖 你不用帶電腦 就是自己帶著那個隨身碟 然後只要它的電腦 能夠選開機的設備 那就都可以使用這個系統 所以換句話說 你的桌邊一打開 就是永遠就是你熟悉的系統 而不是那個你去國外 開起來是英文的Windows 你去日本開起來是日文的Windows 就不會有這個困擾 那所以你可以自己把系統帶著走 然後其實它還有 可能還有其他的很多的方法可以使用 那如果你想要把它裝在硬碟 它也是可以 可以把你的這個整個電腦的系統可以改掉 那也可以跟Windows共存 就是開機的時候它會讓你選 你要進Windows還是進EvGo 所以它的用法很多種很多種 那我們今天其實沒有講太過 就是系統的部分 因為有點有點那個麻煩 那但是我們今天會讓各位 就是有帶隨身碟的 你可以試試做一支隨身碟 然後我們會跟你講怎麼用 這隨身碟要怎麼用 那你就將來去到哪裡 如果你需要用這個系統的話 用隨身碟放進去就可以使用 那它好處很多了 好處很多 那我們待會再做介紹 然後呢 如果 早上我們做完系統之後呢 我們會先簡單介紹幾個 比較好用的資源 就不一定是跟EvGo有關 它有的是它有提供的 有的是網路上還不錯的資源 那其實我們是藉著自由軟體的名義 來推廣教學應用的部分 所以如果有些不是在EvGo裡面的 我想大家也不用介意 那下午的部分 下午的部分就是在那個EvGo系統裡面 有提供一些 提供很多很多的軟體 那我是分享我本人有用過 實際上很好用的東西 那這裡面有些東西在Windows裡面也有 Windows裡面也有 所以換句話說你就不一定要開這個系統 那當然你用開這個系統也很棒 都可以 那不管什麼樣的東西 只要 剛剛這個是系統 這個是應用軟體 這是上面的應用軟體 那軟體的話它就有分平台 有的軟體它支援Windows 有的支援Ubuntu 有的支援那個 什麼手機上面那個Android或者是iOS 都有可能 那一般我們在選用軟體的時候 我們會盡量選它是跨平台的 就是你在手機也能用 在平板也能用 在電腦也能用 這樣的話是在教學應用上面 是最好用最方便的 因為每一種平台都有 那你就是操作起來會最熟悉 所以我們盡量著重在那個教學的應用 應用上面 我們會分享我們大概都什麼 拿來用這樣子 所以今天主要不是系統的部分 而是應用的部分 那希望就是我們一般領域的老師 都能夠把這個東西 很好用的東西拿來用 那 好 那我們現在就先開始介紹一下EDGO 那各位可以直接用客戶錄覽器 直接打EDGO 好 那它有一個官方網站 好 這個EDGO的版本 現在發展到第12版 第12版 所以你在這邊呢 好 這是它的官方網站 然後 如果你需要它的話 因為它自由軟體是完全 公眾授權的 所以它是完全免費 完全免費 所以如果你有需要 你直接下載就可以了 直接下載就可以了 那它的 我們最常用的方法 如果你要做成隨身碟 好 我們這邊就會 好 這邊有一個下載 然後這邊有一個 以隨身碟體驗 好 在這個地方 大家官方網站這邊 以隨身碟體驗 你點進來之後呢 它就會跟你講 要下載兩個東西 第一個是 unetput in 這個是 是把那個 影像檔 好把它弄在 隨身碟裡面 做成可以開機的 隨身碟的一支程式 好 所以這個是安裝的工具 安裝的工具 那另外呢 這個 EasyGo的ISO檔 就是EasyGo系統 本身的印象檔 好 所以只要下載這兩個東西 你就有辦法 在Windows裡面 把 那個隨身碟 做成EasyGo的系統 好 那下載的部分 好 各位就不用下載了 因為 因為這個 這個ISO檔蠻大的 蠻大的 所以我們已經事先把它 放在各位的低碟 好 所以如果你回去要用的話 就直接把這兩個東西下載 那 EasyGo的ISO檔 它目前呢 你點進來之後 它有 八個版本 它做好 今年做八個版本 給各位使用 那這個八個版本的分別 是這樣子 這個 XFACE跟KDE 這是兩種不同的介面 好 就是那個操作的畫面 不太一樣 操作的畫面不太一樣 那一般我們都是 可能習慣用KDE的會比較多 所以各位就是選用這一排 會比較OK 然後它有分推廣版跟基本版 那所謂的推廣版呢 就是它把很多好用的東西 全部都包進來了 好 所以 大概這一包就什麼都有 推廣版就是all in one 幾乎什麼都有 都在裡面 然後呢 基本版呢 是說如果你是舊電腦 舊電腦跑得比較慢 那跑得比較慢的話 如果你裝很多的軟體的話 電腦又會更慢對不對 所以它就出了一個基本版 裡面只有一些常用的必需的 然後可是它有做了一個選單 就是如果你有需要特殊什麼樣的軟體 它會讓你直接勾選直接安裝 這樣子你的系統會比較小 所以這個基本版式系統會比較小 跑得會比較快比較順 適合用在舊型的電腦 如果你的電腦呢 還可以的話 其實我們就安裝一般的推廣版 然後它又有分64位元跟32位元 如果你的電腦是早期的CPU 只有32位元的 比如說那個Atom單核心的那個 那個好像就是32位元 就是比較舊型的電腦 它只有32位元 那一般其實一般應該四五年以內買的電腦 其實應該就都是64位元 所以我們就是推薦你用這一個 這一個 所以簡單的來說 如果你的電腦不是舊的太誇張 我們就都用這一個 那如果你的電腦真的很舊 那我們就會用這一個 所以最基礎 最東西最少的版本 所以大概是這兩個 那個下載回來之後呢 它是一個影像檔 所以如果你有需要 你想試試每一個版本 你就可以自己去下載 那這個大概4點多G 然後這個大概1G左右 好 那在各位的電腦上面 各位把資料夾打開 在你的D碟裡面 這裡有一個EZGO 12A AMD64 這個就是64位元 KDE的介面 就是剛剛那個推薦下載的這一個 這一個印象檔 我們已經事先把它下載好給各位了 它4G 4G 然後另外這個就是安裝的程式 這個也是先下載好在各位的D碟 那各位老師等一下先檢查一下 那今天有帶隨身碟的請舉手 好請放下 那如果沒有帶的話呢 你還想要試的話 等一下你可以到前面來跟我拿 我這邊用準備8支UB的 好 那基本上呢 就是你只要一支8G的空白的隨身碟 如果你有資料 它會把你洗掉 那它就可以 裡面就是這邊 欸但它會慢慢清空 因為它要做系統 做開機 所以就是等於重新安裝一台電腦的意思 有點差不多啦 那所以如果你的隨身碟是有資料 你怕起掉了 你等一下就來 我這邊借那個 借我這邊的來用 好 那所以各位老師你可以先看一下這個網站 先上EDGO 看一下它的官方網站 那這邊有一個新手介紹 新手上路 這邊是一些 如果安裝 或者是剛開始使用 你在家裡 ADSL要怎麼設定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稍微逛一下 然後另外這邊有一個軟體推薦 就是它包在裡面的軟體 然後有哪些內容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可以稍微看一下 然後呢 下載的地方 它有這些東西 你也可以看一下 那今天不需要下載 就在各位的D碟 所以各位也把你的D碟打開來檢查一下 有沒有這兩個東西 如果沒有這兩個東西 那就是我們阿邊哥把你的電腦漏掉了 請你就換一下隔壁的電腦 好 好 好 那請各位 我們現在要做那個 直接做一支USB隨身碟的系統 那所以請各位打開你的電腦的資料夾到低碟 然後直接把這一個 這支安裝程式把它打開 點兩下打開 然後 這個安裝程式很簡單 如果你要使用線上 就是網路上的版本 網路上的版本 你就用發行版 然後這邊直接去選 你要做什麼樣的系統 所以它可以做很多奇奇怪怪的系統 比如說 現在比較常聽的是Vitola Vitola或者是你要做那個 你要做一台NAS網路硬碟 或者是有一個什麼XPUD 最小就是蠻小的雲端系統 這些東西網路上都有 你可以直接選 直接選 然後選它的版本 Staple就是穩定的版本 然後Staple就是還在測試的版本 選好之後呢 然後選你的磁疊機 你的隨身碟 要插進去 插進去才會出現 好 那我把它插進去 插進去之後我再重開 因為它會 你隨身碟要先插進去 然後它會抓到 抓到之後你再開 好 這邊就會出現你的隨身碟 出現隨身碟 然後通常它不會抓錯 通常不會抓錯 所以如果你在家裡的電腦 在安裝的時候 你要注意這個地方 就是不要去選到硬碟 如果你選到硬碟 它會把你的 Windows 幹掉 所以這個地方注意一下 隨身碟 然後選到你插進去的那個隨身碟 那如果你搞不清楚 你是哪一個磁疊機代號 你可能插了兩三支以上 那你就來看一下這邊 看哪一支是你的隨身碟 好 然後這個是直接在網路上 選那個印象檔來安裝 那這個它就會去下載那個印象檔 然後會很久 那我們今天呢 因為我們已經把這個印象檔抓回來了 所以各位就直接用印象檔 我們是直接使用印象檔 然後它是 ISO 的印象檔 所以我直接選它的位置 直接選到低碟 然後就有這個 Easy Go 把它選起來 所以等一下這個打開之後 就是選 Easy Go 的位置 選好之後呢 就是選隨身碟的代號 好了之後 這邊中間有一個地方 這個東西 因為我們的 8G 隨身碟 在安裝好這個系統之後 它還會有大概 3G 的空間 3G 的空間 那這一支隨身碟 如果你 你這裡不開那個空間的話 就是這裡如果是 0 的話 那這一支隨身碟 就會有點像光碟片 它是只能讀取不能寫入 就是這一支隨身碟永遠都不會中毒 因為它不能存資料在上面 然後所以這一支隨身碟就永遠都不會中毒 如果說你想要 你可能用這個系統 你會想要存一些資料在隨身碟上面的話 那或者是你希望它 就是你修改了環境之後 你要把它的參數存起來的話 那你這個地方就要 就要給它一些容量 那好像它的最大容量好像是 4096 那這個 Mega 就是百萬 那 2048 就是 2G 的意思 那不要開太大 因為你的系統做起來應該要 4 點多 G 所以你大概也不能太大 頂多 1024 2048 就差不多 差不多 好 那這個地方你可以自己決定 那你用 0 也沒關係 用 0 也沒關係 用 0 的話 你的隨身碟就永不中毒 永不中毒 反正 EasyGo 的系統 Linux 的系統也沒什麼病毒 因為那個病毒全部不認識它的 它也不認識病毒 所以兩個不會一起抹躍 好 所以這樣子選好之後 就直接按確定 它就開始去做那個隨身碟 然後你就可以去泡茶聊天喝咖啡 可能 10 分鐘 20 分鐘 要看那支隨身碟的速度 它速度快的它就做越快 速度慢的它就做越慢這樣子 它整個跑到 100% 就做好一個系統 那等一下我們再來看怎麼用 來 各位先試一下 它中間會有一個地方停很久 因為它要把 ISO 把摳進去 那就會滿久的 好 3 2 1 好 那像我們現在 它已經跟你講說 安裝完成請重新開機 那這個就是代表呢 你這一支隨身碟已經做好了 所以這一支隨身碟就是 你可以帶著 將來可以帶著到處用的隨身碟 那我們就把它按結束 所以如果你還要做 下一支你就同樣的步驟繼續做 同樣的步驟繼續做 好 那這一支如果可以開機了的話呢 那我們就可以直接給各位測試 那我先說明一下我們這台電腦 這台電腦那個鍵盤上面 鍵盤上面不是有那個F1到F12的功能鍵嗎 對不對 那華碩的電腦 華碩的電腦它的開機選擇 可以選擇那個開機碟的那個按鍵是F8 F8 所以那如果你是其他牌的電腦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微星好像是F12 F11喔 好 反正每一家廠牌 它幾乎都不太一樣 大概就是不是F8就是F9 不然就是F11跟F12 這四個案件 你可能要翻一下說明書 或者上網找一下 或者直接自己測試一下就知道了 這個是臨時開機 要選開機碟的按鈕 那如果你想要讓它永久生效的話 你就要進BIOS去做變更 那我等一下會一起講 一起講 好 那所以我現在就有一支 可以開機的隨身碟了 那所以現在我就把它重新開機